我本身很喜歡買帽子 但因為買帽子我買了之後不太長大 覺得好像很奇怪、很隆重 直到有一次我跟朋友去吃茶餐時 我猜起用氣就帶了這頂帽子 當時拍了一些照片 效果好像不錯 所以就開始買多了帽子和帶多了帽子 今年冬天我買了很多帽子 就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第一頂 第一頂是這頂紅色帽子 就是韓國款 這個紅色的有珠珠 戴上後很搭配 穿黑色裙、紅色裙都搭配得到 但每次戴完的感覺就很女性 我買了一頂很便宜的帽子 這頂帽子是六十多元 最初時的樣子是這樣的 但我覺得有一個盒子不太好看 所以就把它翻了下來 翻了下來戴後就覺得效果比較好看 所以其實可以說有兩種戴法 這個戴出來也是比較女性的路線 但我覺得它的圓形和圓形 都是一個很可愛的女性的路線 因為我朋友看到我戴兩頂帽子也蠻好看的 又覺得我好像也蠻喜歡戴帽子 所以在我生日的時候 我朋友就送了一頂帽子給我 就是這頂 這頂帽子我自己也很喜歡 因為都很容易搭配 它就好像是滑的質地 但其實又不是真的滑 是粗的線 所以我生日那天都戴了它 又是很容易搭配的顏色 所以這頂我都經常戴的 接著我再買的就是盡量和之前的款式 不同一點的 例如就好像這頂黃色 我很喜歡的 其實它模型和這些很相似 都是一些比較硬身不可以的款式 但它是有這些鍋釘的 就少少型一點的款式 雖然有時戴帽子可能有點像少院子上學 因為是黃色模型 但因為它有些鍋釘也蠻型的 有時穿些T也蠻好看的 又不會很斯文 所以這款我都很喜歡 接著買一頂拆仔帽 這頂拆仔帽子是紫色的 比較少有的顏色 這個顏色也比較少 上面有一顆紫色波波 我覺得我很少這種款式 所以我都很喜歡它 穿很多衣服、牛仔褲都可以配搭 這頂拆仔帽子 有一個很大的拆球的拆帽子 但它有舌頭 有舌頭 比較少有 戴的時候可以側側的 這頂拆仔帽子 每天穿T、配牛仔褲都很方便 接著就是這個畫家帽 畫家帽是比較多數是正式的 但我選了一個泡紋 這個泡紋比較特別 但我都是選一些灰色、深色系 這樣就容易配襯衣服 但這些畫家帽 最好是把它拉一點斜的下來 帶出來的款式比較漂亮 然後就是這頂 這頂是台灣買的 這頂就是這樣的 真的拉帽 那就保暖 戴厚一點的話 前面的陰可以留出來 那就好看一點 我以前不是這樣戴的 我以前是會把陰收起來 我亦有時會把陰收起來 帶低一點 例如去旅行或冬天比較冷 我就不留陰出來 連著耳朵包起來 就會好暖 這頂是我很喜歡的 因為這個粉紅色很少又很漂亮 帶出來就是這樣 這頂也是可以像這頂戴的 冷的時候可以把陰收起來 蓋上所有的陰 也可以把陰收起來 拍照就會好看一點 這頂在香港買的 很貴 買了四百多元 然後被我發現在淘寶是可以有六十多元有交易 但因為這個我覺得很有趣 平時沒有什麼款式 但因為這是一個Cupcake款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這個可以帶後一點 留些音 但通常我都會全部凹凹 通常我都會這樣戴 一來是暖一點 二來這樣的話 拍照的時候 Cupcake才能看到整個款式 這個比較有趣 這個也是一個很暖的款式 因為它是包住耳朵 包住整個後面的頭 也是有趣的款式 因為有兩個球 有好有不好 因為如果真的很冷的天氣 穿著很厚的外套 這兩個球有時候會阻礙你的 但整體來說 拍照的時候很漂亮 我去旅行的時候 如果是冬天去旅行 去的地方都會冷 我通常都會戴這個 因為顏色很銳 拍照會好看很多 好 今天分享就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介紹的帽子 或者看看你們會不會有什麼帽子 特別喜歡 可以留言告訴我 還有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